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黄善文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Start Talk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学童的精神健康问题 欢迎大家订阅《橙新闻》和《围炉》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赞好、留言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近期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都获得我们很多市民的关注 就是我们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 大家可以见到近这几年学童的自杀个案有上升的趋势 在去年教育局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个数字 在2018年华尔的自杀个案有14宗 而去到去年的10月就已经有25宗 甚至我们去到11月份就已经有31宗 我们的数字上升是折折上升 亦都是大幅上升 亦都引致到很多的家长 亦都有很多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很关注 究竟学童的精神健康 我们可以怎样更进一步去防止他们去轻生出现这些不幸的事件 去年中文大学也有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 是受时任的食贵局所托去进行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访问了我们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访问的期间是2019年1月至6月 调查发现我们有4名的儿童和青少年入面 就有一位受精神的困扰 而调查亦都再进一步发现 我们其实有曾经有轻生的念头 有自杀倾向的我们的小学生就有3.9% 而中学生更加达到8.4% 所以换句话来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儿童 我们的学童、青少年的确是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状况 所以我们是逼不及待 是一定要及时去做一些措施去为他们舒缓压力 而在这方面其实政府的确是可以走多一步 例如我们在说我们在学校除了推行一校一社工之外 我们可否推行一校一社工一辅导呢? 除了社工以外我们都很需要一些心理辅导员 我们是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这个才是最关键去解决精神健康的问题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教育局可以加强和我们的学校去合作 做到家校合作 是为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 亦都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不同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支援服务 例如举办不同的讲座去告诉我们的家长知道 究竟怎样可以提前发现到他们的子女 或者告诉我们的老师知道 怎样提前发现他们的学生有相关的精神困扰问题 去为他们提供适时的指导、适时的开解 在调查亦都发现我们有很过半的照顾者 甚至我们的儿童 都不会愿意去主动寻求我们的心理辅导协助 所以更加关键就是我们要及时发现去协助他们 调查亦都发现我们在受访的儿童和青少年里面 有22.4%的朋友都是受到一种或以上的精神困扰 而他们的照顾者也都不会愿意去主动寻求协助 其实变上我们说的最重要的关键 亦都是怎样去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一个环境 告诉大家 受精神困扰有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并不是一个会受到歧视的行为 所以这方面政府亦都要大力作出推广 亦都可以配合我们现在地区 亦都有不同的地区康建站 亦都有地区康建中心 在18区都有 以我们中西区为例 其实我们亦都有地区康建站 亦都有提供相关的精神健康心理评估 和辅导的服务 我们很希望政府可以加强我们去整理 我们去推广走入校园 不是说等到他们有需要主动寻求协助的时候 才提供服务 加强和我们的学校提供不同的服务 去主动为他们作出评估 这个亦都是我们提前及早发现的 一个最关键的行动 我们亦都很希望政府可以在再进一步的空间 可以为我们的青少年 为我们的儿童、学童 可以做到更加全面的支援服务 更加亦都是为到我们的家长、老师 我们做好一个更加健全、健康的环境 相信政府在这方面 如果能做到一个大力的推动 我们的学童 绝对可以有一个更健康、良好的学习环境 自然他们亦都可以有快乐的成长 为我们的家长都减轻更大的负担 我们都很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加强我们的地区康建集 和我们的学校家长的合作 去推广我们的学童精神健康的辅导服务 因为18区全港都有地区康建集 或者地区康建中心 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辅导的专业服务 都很希望他们不单止是接受一些上门求助个案 亦都可以走出去走入校园 为我们的校长、老师、家长、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为他们及早发现提出一个更加重要的技巧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立法会的那份质伤的回复文件可以见到 其实教育局并没有避传我们这些怀疑 学生的自杀个案他们的病历记录 亦都没有他们相关成因的一些数据统计 包括教资会亦都没有相关的记录 其实这方面要解决真正从源头去处理我们学童精神健康问题 这些相关的成因背后的病历都是非常重要 很希望政府在未来可以完善整个数据库 尤其是针对学童的精神健康 为他们在相关的成因上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分析和了解 做到未来的服务可以精准对症下药去解决我们学童精神支援的健康服务 今集的STARTALK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